开启档案解码 除了我们可以直接把QRcode拉到这个解码区块来之外 我们也可以 从下方 读取QRcode这个按钮 点选之后 选择从档案 找到了我们所 存放QRcode的这个位置之后 点选这张图档 按下开启 马上呢就完成了这个解码的动作 并且告诉我们这张QRcode包含了以下的这些文字 那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做编辑的话 我们只要点下编辑 那文字就会自动 跑进来 这边也会出现QRcode的样子